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新馬季的開始 今集的真飛馬定離手 和上季一樣 和大家會分享到重心二重彩的場次 都是用到過往的AB膽的形式 和大家去投注 今集開來日9月5日 跑沙田與日馬 選到有兩場重心二重彩場次 和大家分析 首先說說第三場 我選到這場的四班千二米 和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A膽就是要到5號的多多歡笑 看片之前和大家說 B膽就是選到同場的1號 包裝長勝 看看他們這兩匹馬 近期試雜的時候的走勢 因為兩匹馬都試得好 播這條片就是早排的時候 8月25號 試這個千二米的泥地雜 有兩隻馬要特別留意 包括排七檔起步的多多歡笑 另外還有排著外面位置 九檔起步的包裝長勝 好 出集 停一停 用箭槌子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這一組的試集裡 有兩匹馬的出集反應特別快 首先是橙色衣服的多多歡笑 另外在外側是黃色帽 包裝長勝 兩匹馬都是早段夠快 繼續看下去 他們兩匹馬都是來自一些南半球的馬 今年過了一個多月的暑假之後 其實都已經踏入了四歲 預期表現方面 比起他上季還是三歲的時候 可以交到一個大幅進步的走勢 說一說一說 看到這組馬都準備轉彎 其實包裝長勝 再主動一點 霸了一條欄給他放 然後這隻多多歡笑 轉彎的時候 移出異碟的位置 其實除了一塊閘之外 其實一直的步速 或者跑法都一直保持著 挺均速的 這兩匹馬都 一直都在前面帶領 入到直路之後 其實他們的走勢都不錯 當中我覺得 多多歡笑的表現 或者安上人莫雷拉的騎法 更勝一籌 因為完全沒有騎 包裝長勝在裡面 潘盾稍微有少少比下去 中間那隻多多歡笑 我覺得是最吸引的 然後外側的位置 就是好玩 複星在外面 騎著過了 但可以多看兩步 過了終點之後 當然包裝長勝 一路貼爛 他可以省位來跑 一路都跑得好 但還是不可以忽視 拍沿路走二蝶那隻多多歡笑 其實也是過了終點之後 那個魚細拍上去 也絕對不差 所以來到今次上陣的時候 這一對馬 也是一次過選了他們 剛才提及過 兩匹馬都是由三歲轉四歲的 多多歡笑 作為Snisso的指示來說 跑到四歲才是最成熟的階段 所以就選了他做A膽 至於這隻包裝長勝 其實也可能有少少可以想想 因為他始終上季 季末時六月份 一出即刻贏馬 然後沈集成也不心急 或者莫漢他們也不心急 繼續幫他報 可能也是想等這隻馬轉了四歲之後 因為他知道那個評分 已經加到60分 跑四班要揹著頂磅 當然四歲馬揹頂磅 一定是好過三歲馬揹頂磅 不過本身這隻馬都是大陸馬 1,180多磅 相信他都沒有問題 所以AB膽就選到他們兩匹馬 然後去到配角 就介紹6號的跟斗雲給大家 和大家看這條片 也是試集的片段 在早排時候 8月28日試了一課直路集 在這課集裡 根斗雲其實是良家盡事 不過到時候上陣交給班德禮劇 走著中檔起步的八檔黑衣 可以看看 出集 停一停都要指給大家看 其實出集都快 好可愛 還有這隻馬的碼頭 有個百點 繼續看 根斗雲其實也有一些質身分子 上季在香港跑過一場 其實走勢是不錯的 而且他在賽前的時候 試集的走勢其實也很好 來到今季也是一些轉了歲的馬 我播片給大家看這課集 我覺得比起他去年 還有一點進步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裡開始就要看著了 見到根斗雲一直沿途 留守在馬裙中間的位置 跟著前面粉紅色衣服 那隻靚蝦女一直穩著遮擋 那隻馬其實留著來跑之下 他的僵口也挺乖 一直都捉住 但是沒有搶口 現在看到他還是有cover的 在靚蝦女後面 慢慢就移進去 現在看了空 看到頭上有八點的根斗雲 其實梁家俊一放下去 就立即可以加速得到 我覺得對於他這個加速的反應 我覺得是非常滿意 一打邊他馬上追 然後到過終點 他如小也好 一直都保留在前面位置回來 這虎蝦他的第二名過終點 不過我對於他的走勢 相當之滿意 好 看完這條片 再介紹多兩句跟斗雲 因為看到他的牌位體重 也可以說一下 現在踏入開櫃 透了一個半月的體重 當然有些馬會大幅增加或減少 對於這隻跟斗雲來計 重了34磅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是好事 作為聖靈瀑布的指示 香港有兩匹馬可能是成就最高 速遞騎兵當然是 另外其實新威王那些 這兩隻馬其實體型方面 都是比較大塌些 接近12磅左右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跟斗雲經歷過暑假之後 重了34磅其實都嚴少 現在的體重 對於他來說 仍然是有一個上升的進步空間 期望今季可以繼續見到他進步 不過我覺得今場只要他 克服得到10磅 絕對有機會走開冷腳 所以配角就選到他了 去到最後一刻的配角 就選到8號的熔眼光 又是看片 都是近期的試雜走勢 熔眼光在8月24號 試了貨尼地千二米雜 這貨雜裡面 它是排著五檔起步 其實轉頭也很明顯 在早段的時候都會留意到他 大大隻的 五檔馬五檔起步 好 出閘 這條片就不停給大家看了 因為在中間 早紅色三白沒有那隻熔眼光 已經在早段的時候 零零射射在中間的位置透出了 現在看到他了 在轉彎之前 很快地湧出來 都是去展現他的天生速度 因為他上季季尾 看到他轉過來跑谷草的時候 都是可以交到一個不錯的 雜雙反應和速度 他在這貨雜 就叫做一路快雜之下 留在二碟位置 沒有霸條欄 但其實一路沿途走勢也不錯 因為他也是比較大隻的馬 他用的平衡也不錯 沒有看到施卓鋒騎 都是和馬的發揮合拍程度是不錯的 可以留意一下轉彎 因為始終這麼大隻的馬 也要看看會不會有些輪盡 是沒有的 很順暢 你看到他剛剛正在進彎 還未進正彎 已經自動出了正腳出來 所以我也相信這一匹馬的潛質 又或者是來到今年 又是再成長了 只是會越來越進步 去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其實是輕輕地推騎下去 這隻馬都可以繼續交到各個反應出來 結果他在這貨集裡 用眼光是第二名過終點 他的走勢我絕對是滿意的 不過其實有少少擔心 用眼光看會不會是跑菊草特別好 因為香港可能這個種的馬 暫時只有以戰養戰贏了馬 都是在菊草跑擇場贏的 不過用眼光勝在 剛才經常說到他的問題 不是說問題 他的一個特色就是大隻 暑假之後重多40磅 1270磅 這麼大堆的馬 看看他過來沙田跑些大場 我相信都可以應付得來 不過始終暫時來說 他的表現比較難少出頭 都是期望他轉帥有些好轉 所以配腳的位置 這一場都拖起8號的熔眼光 好這裡跟大家總結了先 就是第三場的412米 A膽我要到5號多多歡笑 B膽要1號包裝長勝 兩匹配角拖著6號跟斗魂 和8號熔眼光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尾場 第10場是跑2班14米 這裡就選了A膽 6號的順勢贏 不需要特別播片這場 因為主要是說近期的操練 他的往跡大家相信印象深刻 本來香港之前都是在愛爾蘭 而來到香港很快交到表現 他都很準 在上季的時候都可以贏到一場二班 其實今次順勢贏 將會交給潘頓上去騎 看到了 買門的時候看看操練 潘頓也接了手 首先在8月28號的時候 和他試貨集第一名過終點 然後9月2號 潘頓再次親操這批馬跳 三段和第豪寶寶拍跳 其實我相信潘頓摸過這兩課的操練之後 都已經摸熟了一隻馬的性能 今次交給他發揮 我覺得是OK的 起碼是有信心的表現 值得順勢 排檔方面 8檔起步很適合他跑 早段稍為找到遮擋 在二碟位置直路之後 絕對可以有權加速速衝上來贏馬 所以尾場的A膽是選到6號的順勢贏 然後就說到B膽 B膽方面選了包裝泰寶5號馬 這裏試集的時候 都可以和大家看看這條影片 可以一邊看一邊說 因為這課集我覺得它試得非常好 8月27號 黎底的12米集 包裝泰寶排著三檔起步 繼續交給賀札堯 去刷齊這一課集 三檔可以看回 好 出閘 停一停 這裏指給大家看 大白備糧的就是包裝泰寶 繼續播 可能因為這一組 這些馬裏 星雲指著本身有些速度 不過這課試集的時候 出閘不算太快 所以包裝泰寶 它自己可以拿到主動權 過往它在去年的時候 試集它間中可以放在前 但是一般來說 看到它去到出賽的時候 都是流前抖後 它那個末段追手很厲害 但其實它也是曾經試過可以放在前 不過來到近期 暑假包裝泰寶試兩課集 已經是連貫地可以在早段的時候放在前 擺前之下效果也不錯 譬如說到這一課集 早段可能沒有抹走 它自己焗走 但是走走走走到幾順 因為看到它入到直路之後 其實包裝泰寶 都可以繼續交到一個不錯的走勢 一路貼欄順放 你可以說它省位 你可以說它高分 但是 其實它那個表現 我都覺得不錯 因為都是大大隻的馬 原來放在前面走 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看看它這次上陣的時候 會用到什麼跑法 因為始終現在 我相信它近期量貨集 放在前都可以 變成彈性了一點 好了 關重點第一名 其實這一天裡面 試集的時間 8月27日下雨的濕萬泥集 包裝泰寶第一組 做到的時間方面 就是1分11秒53 對比同日的1200米泥集 它是最好的 值得留意的是 它自己做的 因為它自己一直順放 放到一個不錯的時間回來 全日最快的試集時間 我覺得也是非常之不錯 我也覺得今場是有機會可以贏 不過看看它的十三檔 可能到時都會和它鬥後勁 不過現在都比較彈性一點 所以B膽是選到5號的包裝泰寶 可以用到不同的跑法 應該都可以贏到馬 好 接著就和大家介紹一下配腳 配腳先選到的初出馬 就是12號的超級軍團 都可以首先和大家 簡介一下這一匹馬的賽跡 按出來看 其實它也是曾經試過在大賽裡面 轉播賽好像已經見過 澤布司機當時有譯名 其實也曾經試過在一級賽 比如澳洲打比裡面 可以跑到入Q 反映到有少少級數 當時它在澳洲那邊 其實是跑人飛輪閃耀 來到香港之後 來到今年也特別一點 這匹馬 五歲才開始上陣 剛才說完賽跡 也可以看看血統 血統方面 反而我覺得它是比較耐跑 持續一點的馬 富系 沙發錶 武戰方面 其實它媽媽也是紐西蘭那邊 贏過表列賽 至於兄弟姊妹 超級軍團有四匹兄弟姊妹 全部都可以贏到馬 當中有三匹馬 可以贏到一些Black Type 在澳洲那邊 都是贏到Group 2和Group 3 暫時來說 超級軍團未贏到吸制賽 不過正如剛才所說 在澳洲打給Group 1這場賽事 都可以上名 所以我相信它有一定的級數 今次在香港初次上陣 都絕對留意 所以這裡配隔12號 超級軍團 率先拖著它 然後去到最後一選 要包含2號的加州德遜 可以看看這條片 就是它近期的視集 就是8月24號的泥地千二米集 其實我兩隻馬都可以順便看 六檔 就是超級軍團 不過沒有什麼特別的 主要留意是九檔 是加州德遜 這貨集它都試得不錯 都可以看看 好 出閘 現在暫時未見到它的位置 我停一停 再指給大家看 對 現在可以停了 看到中外碟的位置 黑帽 加州德遜 來的 繼續看 其實那個速度方面 都OK 一如以往 跟它在上陣的時候 加州德遜 加州德遜 都可以交到一些很好的前速 出來 好了 現在已經去到轉彎之前 比較明顯一點 一對加州系的馬 加州德遜 在前面 掌控步速 然後跟著二碟 它左手邊的那隻 就是加州雷電 不過這裡 主要跟大家看看 加州德遜 因為它走勢方面 特別是說到 轉完彎 入到直路之後 最後階段 它的彈脫 即是其他試襲的對手 那一刻 我覺得都頗不錯 好了 即將都要留意 未轉腳 現在準備了 轉了腳 轉完腳之後 其實加速不是很迅速 現在又出錯腳 然後就出好了 然後再騎下去 因為都需要安上眼幕裡 提示一下馬 看看會不會出腳 走勢方面好一點 然後這裡再擠一段 這樣就把加州雷電 後面那些馬 趕過了 即是叫做再彈脫了 最後它就是以兩個身位 這樣贏了這貨集 比較喜歡它 就是剛才說到 進去直路之後 它轉完腳 那個加速力 我是十分滿意的 今次它又是要克服一點點的問題 就是那個檔位 加州德遜 今次排了11檔 看看莫雷拉怎樣發揮 不過我相信它在這組賽事裡面 124磅它是挺好跑的 只要放到二碟 甚至乎它有機會放在前面放頭 也不頂 因為1400米它絕對有足夠路程 給它拍位 在這裏也絕對有拳頭進來 所以配角也和大家拖 就是2號的加州德遜 好了這裡總結一下 尾場賽事第10場 2班1400米A膽要到6號順勢贏 B膽2號5號包裝泰寶 兩不配角拖回12號超級軍團 以及2號的加州德遜 開羅日的重心2重賽 兩場的長次和大家分析完了 然後因為暑假的時候 我的俄帕馬女Husosuzi 也贏了馬 不如在這時候和大家重溫 她是怎樣贏的 看著排二檔起步就是Husosuzi 出閘了 Husosuzi跳出來的反應挺快的 和她一起快閘 同樣都是白鼻樑 在外面的位置有Mura Mura 另外最外跌的位置Lost Crown 不過走勢很生 Husosuzi貼了欄 其實一直保持領先的優勢 一步不斜地跑 二碟位置Mura Mura 第三位縮後遮擋的Lost Crown 第四位六三就是Turnstar 旁邊那一匹黑衣就是Flying Evelyn 暫時包尾就是Commounce the Field Husosuzi一直貼欄順放 現在準備入直路的時候 她依然還有半個馬位的優勢 第二位外面Mura Mura對她的威脅不算太大 第三位Turnstar也是找哪位位置出來 外面的位置Lost Crown 入直路後都某空追趕 去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Husosuzi稍微外移出去少少的位置 不過她仍然保持領先的優勢 不過這個時候有點內外夾擊 內藍位置的綠色3Turnstar都追得厲害 外當方面有Lost Crown 都追得很厲害 不過Husosuzi依然都還在前面的位置 保持最後領先的優勢 準備過終點了 跑第一名就是Husosuzi 第二名就是外面追上Lost Crown 然後入面的Turnstar就是跑第三位 Husosuzi這場也贏得算是這樣 表現不錯 雖然她是全場最冷門的身份 不過也是可以自己贏馬 真的非常之開心 看完Husosuzi第二Win影片的重播之後 其實也想跟大家分享多些做馬主的點滴 其實看到自己名下的馬可以贏馬 不要說什麼獎金的問題 其實自己也真的非常之開心 現在也有機會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體驗一下做馬主的感覺 就是冠軍人馬 紅燈亮起全部把筆準備妥當 今年最好玩的賽馬育成手機遊戲 冠軍人馬 終於出爐 經營馬房訓練配種 全部由這一手包辦 終極目標是登上榮譽殿堂 培育一級馬王 成為最強馬主 今場賽事最先衝線的 就當然是冠軍人馬 在我YouTube Channel 或者如果你們之前有Follow開我Facebook 都知道我一直玩這個遊戲 我想都兩年左右 其實都是非常好玩的遊戲 畫面那些我很喜歡 其實都在這裡想邀請大家 一起去到我影片的Description 按一條link 就可以下載這個 Champion Horse Racing 冠軍人馬這個遊戲 一起玩 接下來開羅他們那邊 都有一些特別活動 就是開羅日的特別活動 如果你們登入了這個遊戲之後 連續登入五日 就會有一些特別獎賞 詳情方面 大家都可以去冠軍人馬 Champion Horse Racing Facebook 留意詳情 大家一齊快下載一起玩 今集開羅日的Tips 就和大家分享完了 都希望和大家可以有一個好的開始 一起贏多些 拜拜